说到赵亮这个名字,相信很多人听起来觉得陌生 但是大多数人都看过他出演的一部电视剧,并且印象深刻 这部电视剧就是《康熙威福斯房记》 他饰演的三得子,一觉深入人心 赵亮因为经常在一些喜剧里扮演了配角而知名 他出道后,作品并不多,几乎是每年一部 很多作品还都是客串,也就是露露脸 因为古装剧的成功,赵亮在2000年还主演了《风流才子季小兰》 这部剧跟铁齿铜鸭及小兰因为他天生就自带喜感 不仅在地视剧中有出色的表现,赵亮还登上了出玩舞台 1998年的《东西南北冰》,2006年的《爬尔多》 还有2012年的《谁动了我的大白菜》 不得不说,赵亮的表演风格不经验但很独特 他能准确的把握人物特点,填起小角色 更是恰清就熟,成为红旗一神的邪星 但是很奇怪,在2015年参演了电视剧 你幸福我快乐之后,平平上就再也看不到赵亮的身影了 其实,你别看赵亮长得并不好看 但是却有一个比他小15岁的模特妻子 不仅长相甜美,身材较好,而且很善解人意 结婚之后就做起了贤妻良母 两人过得恩爱无比,让人羡慕 也许是厌倦了娱乐圈的喧闹 如今,48岁赵亮和妻子在农村承包了一片山林 专门养鸡,获上了采集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的轻易生活 闲暇之时还会重重地,骑骑马,下三步 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空气,尽享天伦之乐